各位 今天咱们不聊老游戏 聊聊我对游戏业界发展产生的那么一点点的思考 像要聊这个话题的契机啊 真是一个巧合 首先是因为我最近呢 带着米勒嘛 带米勒的首先小孩手脚乱动啊 滋滋压压 你其实也很难静下心来干点什么 说手不试卷啊 讨本书出来看 到时候夸葡萄架那一节被撕掉了 你看这很麻烦 他都撕坏我好几本书了 其中有些书还挺值钱 被撕一下 急心疼 所以呢 也没法看书了 那就拿手机刷刷短视频 打发时间 那在某个短视频的APP上面刷呢 大概刷多少条之后会出现一则广告嘛 这广告里边五花八门 其中呢 有一些是手机游戏广告 恰恰推出来的几个手机游戏啊 我还挺感兴趣啊 我咱们不说具体内容 一年广告之前 比如说什么经营学校啊 经营一个网吧 还有一个经营一个贫困家庭 然后变得还过得去啊 什么什么地 我觉得有些题材我还挺感兴趣啊 点看一看呢 发现还没有内购 游戏是免费的 不是买断 然后又没有内购 因为你现在在App Store上面能看到这个游戏 有没有内购啊 什么这些东西 包括需要采集什么信息不都能看到吗 一看也没有内购 那既然又不要钱又没有内购呢 就下载下来玩玩了 其中有几个我觉得还算是挺合适 可以打发时间 这些游戏真的是没有内购 同时也不要花钱买 那他怎么盈利呢 说是游戏厂商做慈善吗 那倒不是 他的盈利方式啊 就是通过你看广告 他获取这个广告的费用 那他怎么给你看广告呢 比较低级的是强行广告 开屏啊 就是玩 就来一套广告 然后玩几分钟 强制的让你看广告什么 但这个比较低级 那现在有些处理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你一个关卡或者一个任务完成之后 不是有任务的收益吗 随便说 比如说十个宝石 那你想要多要怎么办呢 又不能充值购买 你可以看广告 看广告之后收益翻倍啊 或者闲置一段时间不是也有收益吗 那么收益比如说一万个金币 那么如果看广告呢 就变两万个 那么还可以通过看广告来增加体力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因为点一条广告 15秒 30秒钟 你又不用花钱 所以很多人愿意呢 去看一个广告 来这个使得自己游戏内的收益翻倍 而厂商如果有很多人在这玩游戏 而多数人会看广告的情况下 他每天所产生的广告的收益 也还算是相当惊人的 就当年Flappy Bird啊 这个Flappy Bird这个怎么叫 就那个点一下 点一下那个跳那个小游戏 它的五广 它有五广告版 要花九毛九 美刀解锁 那有广告版每天带给它的收益啊 就是大家看广告带来的收益 就在一万多美刀 甚至多的时候好像还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 那其实手机游戏的发展是经历过几个阶段的 最一开始的时候 手机是 我说的是大作啊 它是去参照像单机游戏 或者现在的独立游戏 3A游戏这样是处理 就是所谓的买断制 在手机游戏发展的早期阶段 有相当多的素质 还不错的买断类型的游戏 其中像Gameloft做了很多模仿借鉴的 人搞一个大标客 他也弄个类似的 人搞个GTA 他也弄个类似的 人有光环 他也做个什么叫 我记得叫Nova吧 还有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不少 包括史克维莱尼克斯也在手机上做过很多需要买断的 包括PSV移植的 混沌之刃2啊 什么的 混沌之戒啊 一开始的混沌之戒 一是手游等等啊 就也有这样的买断制的这么一个花式 那可是后来发现呢 手机厂商很快就发现 这个游戏厂商就发现啊 买断制在手机上的收益不是特别的可观 第一个呢 可能是因为本身这个受众有限啊 第二个可能很重要的是 手机当时有越狱啊 像iOS越狱 安卓本身直接下载APK你就装了 找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 就盗版横行使得收益受损 所以呢 后来手机厂商就开始搞出一套 所谓的F2P 也就是免费游戏 但是呢 游戏内收费啊 增加大量的IAP的内容 让你在游戏内去课金以此保证这个游戏厂商的收益 尤其是手游端游化 网游化之后 大量的MMORPG全部都和这个手游和端游的区别 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 就这种收费方式也和这种所谓的免费端 这个PC端上的免费网游日渐趋近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方式 大量的F2P 然后甚至有Pay to Win 就是你给钱就变强 然后你就能赢这样的花式啊 对吧 越来越多 像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很多 而且这个阶段其实并没有过去 仍然有大量的这个体量较大的手机游戏 采用这样的方式啊 那等于说80%甚至90%的利润 来自那10%的玩家 然后剩下一堆基本上不怎么课金 或者制作课个月卡的人呢 处于一个赔练的状态啊 然后人民币大佬大杀四方 还有各种GM在其中刺激消费 这一套的当年端游的运营的方式 也被全部照搬到手游之上 而且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也出现一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呢 就是我不会去什么花大钱课金 那所以我就不愿意去玩这样的手游 而这样的人的数量也是很大的 那么这一块人可能也能带来收益啊 所以现在又搞出了这个新花式 就是游戏也是真免费 而且呢没有任何课金的内容 但是你通过看广告 获取游戏内收益的同时 游戏厂商也赚取惊人的广告费用 那这是我想要聊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契机 我发现现在所谓的真免费 看广告的手游变得多了起来 第二个呢是这两天正好有一条新闻 就说所谓EA啊还有几间厂 几间厂商说和一个广告公司 叫Player One 还不是叫Play One 还不是Player One 这么一个公司签了一协议 说以后呢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就是做游戏内的贴片广告的 然后说EA好像签了这个协议 于是就传出来说 那是不是以后EA的像主机游戏 也都会开始出现贴片广告 那这套贴片广告的运行方式 可我刚才说的手游的方式很像 就如果你换广告 那你就可以收益翻倍啊 或者怎么怎么着 在一定时间内获取相当的优 相当的这个利益吧 所以就又是你去换广告 然后呢EA来进行广告费用的分成 当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骂声一片 大家说这个主机游戏 是要花钱买的 我已经花了60美刀 甚至70美刀买了你的游戏 然后我还要看你的广告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就很气 对吧 很不满意 所以EA现在也出来澄清 说我没有去签这个东西啊 这是胡编乱造 如何如何 那另一边呢 暂时也没发生 所以这个事儿等于变成了一罗生门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由此我就想 我其实这两天 我本身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次世代的游戏越来越贵 这个大家都看到啊 当然你用XGP玩什么的 这订阅制 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享受到 但是这种服务 这种订阅 是另一套玩法 那以买断来说 游戏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高 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想 有没有办法使得价格降下来 因为游戏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 宣发的费用越来越大 那么在游戏玩家的总量 并没有出现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之下 那么想要维持一定的利润的比例 除去涨价之外 就必须要想出别的盈利的方式 那现在开箱啊 这个F2P这种方式 当然任天堂叫它F2S Free to Start 免费开始 后面付费啊 这一套方式 或者抽箱等等等等啊 就是游戏内客金的这种花式 在这个主机游戏游戏中啊 有些持续营的游戏 也已经变得比较普遍 但是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性 以后呢 会出现就像现在这种免费游戏 然后看广告收益的手游一样 出现这样的主机游戏呢 就这主机游戏 它也不要钱 或者很便宜 十美刀 五美刀 你就玩 然后也是大体量 可是呢 比如说啊 以荒野大优客为例啊 一匹马来了啊 这匹马想换个颜色 OK 换颜色 要么花五十刀啊 不是五十刀啊 游戏中花一个金花啊 那太贵了 要么呢 你就看一则广告 或者看一分钟广告 你就免费能骑这匹马啊 然后一把枪想要升级 哎 要么花钱 要么看广告 有没有这一套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理论上是有 但是我后来呢 仔细一想 恐怕不太容易做 会比较激进 这里边就在于手游 为什么可以做 以我玩的这些手游为例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是因为这些手游 一看它的体量就非常小 开发成本极有限 可能三五个人干个三个月 五个月 这游戏就出来了 游戏出来之后 投放到市场 第一批收益带来了之后呢 因为它有运营商嘛 运营方面啊 这个发行渠道 第一批广告收益带来之后 它又继续投钱进去 再买更多的广告 于是更多的人玩 然后更多的人看广告 一直到它出现明显的 编辑递减效应之前 这个游戏都还可以运营 如果运营到播OK了 半年之后没人玩了 OK扔掉 早都回本了 早都赚到盆满播赢了 再继续做一个嘛 类似的 所以我才玩了那么多 今天是开网吧 明天是开学校 什么后天是什么经营 这个什么幸福家庭 什么垃圾八糟 这一类的嘛 就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很短 投入的研发成本也不高 宣发费用呢 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吧 所以就这么来操作 那可是我觉得手游 这个主机游戏 三个一大作就难 难就难 在这第一点就很难 就是一个3A游戏的投入成本 是巨大的 哪怕再便宜 一千万美刀 一千万美刀靠看广告来弄 当年flapbird有多少的下载量 一下就一个亿 两个亿的下载量了 一天一万多美刀的 就算翻一倍吧 十万美刀的 这个广告收益 那一个月三百万 你还得干三四个月 才能回本 然后还有极大的宣发费用 然后你能运营多久 你还不断的要去增加新的内容 维持它的热度 所以我觉得从经济上来说 首先这个比较困难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从广告商的角度来说 恐怕也相对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手游啊 它有这个像广告跟踪码 什么一整套之后 它的广告投放的效率 是比较精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游戏中 经常看到推荐给我的广告 或者我在APP里面看到推荐给我的广告 它推荐给我这种游戏类型 能是我喜欢的游戏 所以我才去下载了嘛 所以它有精准投放的问题 但在主机这一套 还有各个平台之间啊 好像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广告 追踪码的系统 那么就使得它的广告 很可能会出现浪头的情况 那因为像iOS现在不是更新 你可以关闭这些识别之后 我就把它关了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广告 的确变得相当的不精准 比如说会像我连续投放 我看到过什么卫生巾的广告 什么豪车的广告 你觉得我像能买得起豪车的人吗 是吧 还有这种什么一刀999 我看了二十几遍了 你看一百遍我也不会下载啊 朋友们 所以就不准确 那在主机上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准确度可能不会太高 这还需要硬件厂商 平台商的生态配合 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短期之内说出现 不要钱的 然后通过看广告来增加游戏内收益 然后厂商通过这样赚钱的3A大作 然后也没有课金啊 或者说课金不强制课的这种 当然有人说课金都不是强制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课 你玩不下去 这实话 可如果你有广告看 能替代课金的部分 大部分人相信会选择看广告 因为我们的时间 坦白说也没有那么值钱 是吧 所以我觉得主机游戏 单机游戏 短期内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态里面 是不太可能的 而是会很可能变成广告 课金加上买断并存 甚至是买断之后 还要课金还要看广告 这就像你去看电影 你看电影是不是花钱买了电影票了 买了电影票 你还是看那些狗屁植入 好好的突然花 这个中国身泪俱下 妈妈死前给你存了一笔钱花 一掏出来一个工商银行大特写 对吧 你这还是得看 我花了钱 我还得看你喝那个什么什么奶 是吧 那怎么办 所以我估计以后主机游戏 可能会变成就是广告 加课金加买断并存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而这种纯看广告盈利的主机游戏 起码是3A级的 短期内不会出现 这是我一点思考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OK 接下来广告时间 还是我的淘宝店 孩子这么多东西 推荐我的人生游戏年鉴 还有少红非常到三期 但是喜欢猎奇的 里面有一个节目 10集的音频节目 每集都在30分钟以上 悬案时日谈 非常精彩 其中还讲了我 当年作为南京人 正好某种程度上 也亲身经历过的 南京的一桩悬案 至今还未破 不是南一大的那个 总之大家也可以去买来听听 那么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